可惡 要畫什麼 我打電話給經紀公司說 對不起 我完蛋了 哈囉 各位 Netflix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劉以豪 那最近剛完成一個作品叫《極到千金》 我在裡面飾演的角色叫徐一航 他是一個巨星 對 從來沒有演過這樣的角色 演起來蠻好玩的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接下來呢 我要彩繪一個杯子 然後會邊回答大家的問題 希望我畫要出來的 繪畫是漂亮的 因為我怕我到時候畫一畫 又不知道自己在畫什麼 記得我可能不會愛你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自己去試鏡 然後就一個人到了Casting的地方 然後我記得試玩的當下 我打電話給經紀公司說 對不起 完蛋了 我好像搞砸了這個試鏡 因為那時候記得自己 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然後那時候蠻氣餒的 但真的蠻幸運的 後來就選上了 然後就開始了演戲 對 我覺得一路下來 很像在做夢 然後常常也會遇到一些挫折 但就一直告訴自己就是 傳到橋頭自然紙 有時候不用想太多 總之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其實有時候一直以為自己還是新人 但是不知不覺好像已經過了快要十年了 會不會想過回之前的生活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很感謝大家的回饋 很像是一個奇妙的旅程 就很謝謝大家 一直很謝謝韓國粉絲們的支持還有鼓勵 希望我們的極到千金可以盡快和大家見面 我們到時候見囉 其實我沒有想過自己會退休 但我媽媽會擔心我太累 所以她一直希望我有退休的那一天 但我就覺得這工作很好玩啊 每個工作都會累吧 應該不需要去想退休這件事情 但如果真的要退休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在山上蓋一個咖啡館吧 或是可以露營的地方 可以住宿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民宿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歡迎來玩 應該是一個可以親近大自然的地方 我覺得主要是傳達大家 很多可能大家沒有想過的矛盾點 因為大家應該會蠻好奇 所謂巨星的私生活 或是大家在想什麼 我這關卡超久的 你卡這關真的很笨 其實大家就跟凡人一樣 然後可能只是出路比較不方便而已 之前一直在拍戲 所以我最近其實蠻希望到處去旅遊 像是去澳洲啊 或是去歐洲 然後就開著車子 從東看到開到西 或從南開到北 讓自己的興趣流浪一下 動作戲 極到千金當然要有動作戲啊 但是應該都在劉翼兒那裡 對 我可能蠻少的 可惡要畫什麼 在開拍之前吧 我都會盡量跟演員們有機會相處 拍戲就是要全然的自在跟放鬆 所以希望讓彼此是已經有點認識彼此了 才不會有尷尬的狀態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之前拍戲一直要唱歌 我就覺得 天啊 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唱歌 我大學是讀視覺傳達設計系 但是我現在畫畫畫出來的東西 你們一定不覺得我是讀設計系 所以那時候想說畢業應該就是去後製公司 或是動畫公司上班 好我想我應該畫得差不多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大自然的感覺 然後這是太陽跟山還有樹 那我在杯子上簽個名 然後到時候送給我們的朋友們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Netflix 我們的極到千金 謝謝